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级大营家》 今天礼拜一 我想应该到礼拜四以前都会亮说整理 礼拜四 今天礼拜一 那为什么礼拜四呢 第一个礼拜四是 理论上来讲应该说礼拜三 也不能说礼拜四 因为礼拜三28 29 28 29 33 1 30号嘛 30号我们某人开始结算嘛 所以那天量会比较多一点 30号 但是31号量应该会更大 31号 所以说明天跟今天跟明天还是会亮说整理 因为外资不会有动作 为什么不会有动作 这是规定的 因为外资他们是法人 他们做法他们是要依据确定 有没有确定是很重要 他们不会猜 我们一般散户都会喜欢财 预设高点 预设低点 要拉回找买点 要输要快一点 预设高点说涨多了 外资没有所谓的涨多了 或者跌很多 没有这种观念 这种观念是不晓得是谁发明的 那你想想看 美国现在目前超级财报 每三个月都是会有超级财报 我们台湾的这些上市会公司 重量级的他会举办法人说明会 他们目的也是公布财报 还有就是公司派对于未来的展望 他会跟各位说明 这叫法人说明会 可是美国有没有这样 有啊 美国他会公布财报 那陆陆续续公布财报之后 最重量级的一档股票叫苹果电脑 他是在30号 就是在美国时间的30号 要公布财报 对不对 那他是在盘后公布 盘后公布 收盘以后公布 所以我们大概在礼拜四 他们是在凌晨公布 我们礼拜四早上一大早 台北时间礼拜四早上一大早 我们就会知道苹果电脑的财报 对不对 那因为这两公司太重要 他会影响到台湾的相关的供应链太多了 所以礼拜四的早上大家都会知道 所以礼拜四成价量会很大 那另外就是美国联准会 他每六个月开 每六个礼拜开会一次 六个礼拜 那上一次升息是在 降息在七月份降一次 九月份降一次 那一般来讲十月份这一次 原本是可以不降的 但是因为美国的景气 美国的这些经济的素质 其实受到贸易战的影响 有比较降温 所以一般一估 我想应该也是百分之一百了 礼拜 美国时间礼拜三的晚上 大概两点钟 美国也会降息 联准会会降息 那降息之后他也会反映在 降息是没有必要研究 要会不会降息 这一定会降息 那只是降息之后 美国的联准会 他会讲出 释出什么样的一个消息面 怎么样的经济数字的看法 那会影响到美国股市的收盘价 因为美国台北时间两点公布 美国时间他要五点才会收盘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他是在盘中公布的 盘中 所以影响到礼拜四 所以台北时间礼拜三礼拜四 但是成交量会放大 那明天也不会放大 所以这个会正常 这个都是正常的 你看这档就好了 他也是量一直收下来 你看这些全职股 这是第一名的 第一名全职股 这第二名全职股 这第二名的 这些全职股 这些全职股 你背起来这全职股 他不会量大的 这重点全职股 这重点全职股 这重点全职股不会量大 那你了解我意思吗 但是这个是上市的 那我们做股票有上市跟上贵 可是 现在目前来讲整个市场 热钱一直跑进来 那整个成交整个人气升上来之后 就算是台积电大跌 还是有股票会大涨 不是这样 因为股票不是只有台积电一档 台积电是影响到上市 可是还有一组叫上贵的 上贵这个地方 上贵这个地方来讲 他量就不一定要减少 像今天量就增加了 是不是增加了 那上贵的全王是谁 就是他 他虽然今天没有量很大 但是今天也是涨全王 这档股票是第二名的 第二名全职的 这档股票的位置就相对 这档股票的重要性 就相对于这档股票的重要性 这档股票 他就是OTC的 因为他今天涨很多 所以这一组就上来了 那我们最主要今天要讲这一组 因为这一组 这边不是突破了吗 这两个高点 这两个高点是相对这两个高点 台北股市早就已经过这个高点了 过这个景线很久了 是不是 那你看OTC到今天才 这几天才过这个高点 才挑战这个高点 对不对 这个高点早就过了 所以OTC来讲的话它是这样 它距离 这个高点160还有一段距离 这里是多少 10261早就够了 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重点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也不是跟你讲 全子股不会涨 你不要误会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用一直期待台积电 要涨到300 400 500 600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当然知道台积电还会涨 但是问题你不能期待台积电 要涨到400 500 600 你不能太要求它 因为它已经尽力了 它把大盘带到了一个 安全无风险的地步 你已经要很感谢台积电 这一次的功劳了 台积电从今年1月份以后 它这样这么努力 连滚带爬 在各种的一个利空之下 对不对 甚至还碰到了这个 这个格洛方主要告他 他还反告他 对不对 他把这个大盘带到了安全区 那你还要期待台积电 涨到400 500 600 你现在台积电 如果说好了 我跟你讲 如果你现在买台积电 到300 你也要涨5块而已 5块就2% 你其他的格洛方主要给他拉一下 就2% 所以你不用一直把重点放在台积电 因为没你的事 因为当时叫你买 你也不要买 你如果看他没有 你说台积电不好 人家不好 人家叫他最多 你看从这一波上来 或是这一波上来 它涨最多 比你的格洛方主要多 你每天就摸这支 没有就摸这支 你就刚才会向这两支而已 出在后卖半了 两台积电起 大盘起两席 台积电起四席 还是多少 你多少个意思 那现在我们的重点 不是摆在台积电 我不是说台积电不会涨 我的意思是说 它到300又怎样 你能够多少 好了就算 老师不要说300 不然350好了 台积电350好了 台积电350 台积电350 台湾国平没有10万点 变10万点了 你会期待台积电 一下子拼到350吗 320吗 就算320也有10% 也没有10% 320也没有10% 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一根 这个身上不对了 你应该放在这里 或者是这个 对不对 因为OTC 叫OTC 那我把重点放在这里好不好 你别说了 不要傻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外资买鸿海 它是要基本持股的回补 但是它不会让它一直上去 你放心好了 因为我们买股票要买一个成长率 对未来有梦想的 我现在不是说鸿海不好 鸿海是很稳定的公司 它不会飙的 它就是因为它超卖超跌之后 它有所谓反弹一下 但是它这不是标股 标股的条件一定要具备成长率高的 这个投资学有教过 什么叫标股 这个要具备像这种 有成长率的 这种有成长率有梦想的公司 有成长率的 因为你会想说 老师这都零钱 零钱的公平才会去 賺钱都不会去 因为你看这些零钱 但是 我就跟你说过了 7、8、9月是营收是这样 6月份 5月份 4月份是这样 对不对 那这个大幅成长 那它这个毛利会增加了 它这边是正毛利的 从负毛利到正毛利 这个暴冲了嘛 所以它会 它大赚会在3月 7、8、9月嘛 我们做股票是在做未来 不可知的 而不是已经已知了 那已知的有什么好讲的 那已知这种股票 英文也一四人都不能去 这都不能去 因为这都没有贪钱 这都要撩到脱口了 你就把它放肯就好了 英文你就说他这些付费都不去 不去都不去 哪会不会去 你会才不会去 这怎么会贪钱 国票就不是在看这个 看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常在说要做什么 这很没有水准 很多老师都讲基本面 都是拿以前的来讲 那没本事嘛 以前都知道 跟我讲干嘛呢 我们一般的投资朋友 在我们台湾交易所里面一查 就知道 你这家公司去年赚多少钱 上个月赚多少钱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有什么好讲的呢 你怎么会拿那个东西 来周围股票投资的依据呢 已经公开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我可以跟你讲 如果说公开的东西 会有用的话 这支股票不可以去 我跟你说 这支也不可以去的 这支撩到脱口 这跟当时赚多少钱 这当时给你看过 这种股票不要赚钱 人们去到拼拼叫 你在说什么 对不对 这种股票可以不要赚钱 这是你怎么看的赚钱 它是怎么赚钱 它是怎么赚钱 它是赚多少钱给你吃 这哪有赚钱 哪有赚钱 老师这投资股呢 这没有赚钱的股票 不要赚钱 你不要说 那是你不赚钱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追求梦想 发现价值 攜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 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 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攜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 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 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027725-9668 好了 欢迎回到节目下 所以我跟各位 讲一个观念 就是股票上涨靠前堆 下跌靠风吹 你不要怀疑说 外资为什么要追高 因为这是规定的 你要多读书 不是我乱讲 因为他们是规定 要越涨要越买 越跌要越卖 这是全职超法法 最基本态度 尤其是对于被动型基金 这是规定的 这没有办法讨价还价 因此如果美国股市 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那外资不会卖超台湾的股市 如果美国股市是一个负面的 是一个跌盘 外资绝对不会买你们这些股票 而且第一个卖一定是卖台积电给你看 这是规定的 所以你看看我跟各位讲 我给各位看一下 中美金本来就强势我们不要谈 这外资是一定要补的 那我们再看这档文帽 文帽今天不是大涨吗 他买的 他也买 他也买 环球金也是大涨他买的 汉蕾我刚才讲过是他买的 那这档股票不是投机股 你不是说这支不好 这支是他买的 这很笨蛋 他怎么去买呢 不晓得谁笨 是你笨还是他们笨 我也不知道 这支股票每天去买 我也不知道 他就买了 他就说看卖啊 他看好啊 那就随着他了 我们要讲这档股票文帽 我说股票要追高 对不对 当然我知道你不敢 因为你从这边就说不能追高 因为这边就很高了 150就很高了 因为你没有买10块就很高了 你没有买到这里 就这边就很高了 买这里也高啊 因为这10块钱更低啊 所以反正股票市场都不能追高 但是笨蛋在追高 谁在追的 绝对不是你嘛 那你说涨这么多 他们为什么买 涨这么多 是我们投资朋友认为涨这么多 我们投资朋友认为涨这么多 可是有人认为没有涨这么多 就好像东西一样嘛 有人认为这个东西很贵 可是有人认为很便宜 那就是有钱人跟没钱人的想法不同啊 那如果散富的想法 永远都是穷人的想法 那你怎么 你怎么出头天 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他们要买 他们为什么要买 你要了解为什么他们要买 你说涨很多 他们为什么还在买 难道他们是笨蛋吗 那请问投资朋友 你有比外资聪明是不是 还是比投信聪明 你怎么可以骂他们笨蛋 那事实上证明都是他们在赚钱嘛 难道不是吗 如果我们的做法跟他们不一样 是不是我们赔钱的机会比较大 如果我们做法跟他们一样 是不是我们赚钱的机会比较大 否则你就是否定法人了嘛 那除非你的技巧比他们强啊 那你又没有 没有比他们厉害 那为什么要否定最高呢 我这样讲 你懂我意思吗 我有矛盾吗 我今天鹰派的观念跟其他鸽派 跟鸽派的观念 当然是完全背道而驰 不一样 很多人对我的讲法也很有意见 我知道 问题是我们是赚钱的 我们的观念是对的 我们观念是跟法人的观念是一样的 错法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拒绝低阶股票 我们股票拒绝套牢的 那法人会不会做错股票 会啊 他们把做错股票就卖掉了 他们把做错股票就卖了啦 这个啦 了解吗 股票不能低阶啦 因为他们的股票不是一档 他不会在乎他做错那几档 他把他卖了 把钱拿过来最高 这样有什么不对 好 那我们投资朋友一样 我们投资朋友不是法人 我们没有办法买30档50档 我们没有这么多钱 那为什么法人要买30档50档 因为他们有30亿50亿啊 你要教他怎么买三档 你30亿50亿怎么买三档 我问你你要多少让他买 那不是全部买台积电吗 所以他们必须要分散30档50档 那当他们分散30档50档的时候 他们哪里会在乎三五档股票下市 无所谓啊 他其他股票赚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投资组合的问题 那我们是散户 所以我今天带会员操作就三档 因为我们的会员没有30亿50亿啊 顶多几亿而已 几亿买三档够吧 够你买吧 那甚至有几十万几千万在操作 买三档够吧 那如果我们也学买的买30档50档 请问一下 我们哪里会有绩效呢 我们哪里会有绩效 有的涨有的跌有的涨有的跌 搞到最后也没有赚啊 你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我说为什么他们要买这个 没有为什么他们就是要买 没有为什么他们就是要买 没有为什么啦 就是要追高啦 股票就是要追高啦 你低阶没有用嘛 为什么 因为我讲得很清楚 你做股票 不管你什么价位买进 你都要设停损点 如果做错的话 那请问追高 抽的机会比较大 还是低阶抽的机会比较大 你不要回答我是说 追高抽的机会比较大 那是你10档你不能买喔 你不能说老师 我买这支 你说追高我买这支 买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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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饭汤啊 你自己帆满啊 你不可以说这支股票啊 你怎么不可以说这支 你怎么拿这支 你怎么拿这个6的在跟我说 那是你帆满啊 追高的 你不管追高还是低阶 你都有抽的机会嘛 但是低阶抽的机会大啊 在我的观念里面 低阶抽的机会大 因为低阶是在跌啊 股票在跌 你去预设立场要把它接起来 你开玩笑 你有这种能力喔 你接得起来啊 你才买一张你接得起来吗 为什么会跌 有人丢下来 那那个卖的人 那个力量那么大 你接得起来啊 所以不能低阶嘛 那为什么不能追高 因为有人把你蹭起来 你怎么会买 这样我讲有个问题吗 所以要追高啊 追高都在赚啊 不是 我证明给你看就是这样嘛 那你不管追高还低阶 你都要设停存点嘛 你做错都要设停存点啊 你不能 老师我追高万一错怎么办 啊错你不会跑 错你不会跑 错你不会跑是不是啊 我不好意思骂你是笨蛋耶 你错你不会跑啊 你为什么要站着 你为什么要站在不动被山震 你怎么知道你会错 你怎么知道你会错啊 你错了就跑了就好了啊 你没有事你怎么知道你会错 老师我万一追到最后一棒呢 你不会丢给下一棒啊 你怎么知道你是最后一棒 我讲这个就好了啊 这边也叫追高啊 你说老师我追高危险耶 那问题是你怎么知道 后面没有好几棒 这个一样啊 这个股票是我操作的股票 很多人说这个涨多了 这不用追高 我说拼拼要追高耶 不能追高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这边是最高点呢 你怎么知道 那个地方是最高点 因为今天的最高点 是你所看到的最高点 你说的不算耶 因为你不是卡 法人说的才算 你怎么会意识到高点呢 高点不是你说的耶 高点绝对不是你说的啊 我们是散户耶 我们要尊敬是这个市场 不要意识立场 我这样讲话也许比较毒 你可能不能接受 但是问题我讲的是实话 你为什么一直在买友达呢 你为什么一直在买宏达呢 你是怎样 你有问题是吧 你是怎样 你期待他到1300是不是 你是期待宏达电 可以到1300给你是不是 不是也不会 不能讲说你买宏达电 买友达有问题 我只是说 你的个性怎么这么浪性 你为什么总是要买弱的股票 那些股票只有你在操作而已 没有人在玩啊 就只有你在玩 你为什么不玩 法人要买的股票 这是鹰派的思想 我现在做一个结论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刚刚一开始讲说 这个是一个整理盘 最主要原因是这一档股票在整理 但是这个没有在整理 因为内支 内支跟外支的态度不一样 内支现在目前他不会管 什么联准会升息不升息 降息不降息或者什么 他不管这些了 因为因就是要做股票 因为有钱嘛 但是他不会一直做同样的股票 他会换来换去 所以你要寻找到主流股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说 你要特别注意到相中的股票 对不对 我之前讲这两档股票嘛 对不对 这是半导体台积电的供应链 他也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我叫他注意街 所以这注意街今天没大气 盘中还有人 盘中有落的是你怎么不能买 你说的什么 难道股票要每天都涨吗 这支起来到这里 所以这支起来涨这么多了 涨这么多是因为你没有买到这里 或者是你没有买到这里 你才会说涨这么多了 你没有买到这里 你就说那边涨这么多了 你没有买这里说涨那么多了 你永远一辈子也在涨那么多了 小鼻子小眼睛的讲法 才会想涨那么多 股票没有涨太多了 股票越涨要越买 要一直追高一直追高 因为法人都是这样做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如果你还是不懂 那我真的是没办法 真的是个人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鹰派 你可能是鸽派或是鸟派 行情不等待 除非你够快 敢买敢卖是鹰派 赶快加入LINEX19308 我想我这个地方在盘前盘后盘中 我都跟你分享 而且我解盘也讲得很清楚 就是趋势未变你钱 就是要做多 以上我们明天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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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